主料,高筋面粉400克,低筋面粉100克,主料,黄油50克,烟5克,砂糖50克,酵母5克,牛奶200毫升,豆沙300克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面团搅拌光滑加入黄油搅拌至拉开面膜以温度25度室温发酵40分钟,发酵好将面团干开成长方形。 将豆沙干成正方形放入中间对折包起,一定要干成正方形,不然下面不好操作,将面团三折一次,中时20分钟,再将面团三折一次,干压制量力以后,共三折两次,这样纹路清晰,将面团分割成500克一个的长方形,在中间切一刀,将两个面团合一块,放入450克吐司膜, 以温度28度,室温发酵60分钟,发酵至母纸8分满,以烤箱温度200度烘烫20分钟,上下将上火关掉,再烘烫10分钟左右,成品很漂亮很有层次满口都是豆沙卧,烹饪技巧。 我这是你的千层吐司,不忠实我这样做,我先做个了小实验,因为怕失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